毕竟小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時間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我們兩個的 個性真的有一點像 陳軍他很堅強 其實我也很堅強 其實他比較喜歡粉色系的話 那因為粉色系的話比較少 比較少 那 我們也祝福陳軍 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 紅人榜科陳軍媽媽二度落淚談往事 與美人現身告別事哽咽致意 被譽正任性接班人的超級紅人榜歌手 可陳軍 10月26號 因為性血管疾病病室 等年20歲 今天在宜蘭劇辦告別室 粉絲也到場送別 現在目前陳軍的塔位 他會要挪置到台東出路的 那個草安塔 是明天 明天會挪過去 如果是台東那邊的粉絲 或者是高雄那邊比較近的粉絲的話 可以去那邊追思 今天早上就打電話給我說 陳軍媽媽 陳軍有來看我 我說你為什麼知道 他說操佛金 操到凌晨三點 然後一邊操一邊流眼淚 我說你不要再哭了拜託 他去睡覺的時候 他很明顯的感覺到 陳軍就在旁邊 很清楚 他說跟他 陳軍跟他說謝謝 然後謝謝之後就唱了三首歌給他聽 一首就是 第二首就是故鄉的樂 第三首就是那個 那個流龍到台北 其實他比較喜歡粉色系的花 那因為粉色系的花比較少 比較少 那 呃 林堂的花朵 原本可媽媽要選擇兒子最喜歡的粉橘色 但因為季節因素 只好折中以粉色和紫色擺設 後面他就是全部的後製就是 我問他什麼 他都是不會多大的回應 我說是媽媽做主就好嗎 他說好 他就是請櫃這樣子 骨灰台上面 你有選擇一段花 那時候有抉擇很久 一個就是 親人永追思嘛 一個就是我把愛留在這裡 因為我也衡量了很久 畢竟小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時間 真的 呃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我們兩個的 呃 呃 個性真的有一點像 陳軍他很堅強 其實我也很堅強 紅人榜更特別獻上兩束花籃 上面寫著 愛唱歌的天使 我們會永遠想你 包括主持人 于美人除了獻花 也現身告別式致意 今生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所以告別式應該也只是暫別 我們不能決定生命的成本 但我們相信愛永不止息 我們期待再見面的時候 我們是更好的我們自己 他只要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裡 他就不曾離開過 我們也祝福 陳軍 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 有緣無緣 大家來做好緣 小酒運一杯 好大啦 好大啦 謝謝所有的觀眾 願意聽我唱歌 愛你們啦 小酒你 跟身體 好大 notre 承兜 都哭了 都哭了 大 碰